大家好,我是艾蜜的观 关注好剧一起来解析 继宋仲基演出《财阀家的小儿子》 奇幻复仇剧创下话题之后 宋慧桥也当仁不让 与太阳的后裔金银淑编剧再度联手合作 暗黑爽快复仇剧《黑暗荣耀》 以真实社会案件改编而成 讲述高中时饱受无故淋虐的文童银 多年来精心规划了一场复仇大忌 像夏威奇一般扩大自己的林地 无孔不入地入侵霸凌者的生活 利用欲望及秘密收买霸凌者身边的人 成为自己战线 最后在极境中猛烈又暴力地展开暴富 实在太精彩了 探讨了校园霸凌 贫富差距 阶级暴力 非法性交易 反社会人格及人性阴暗面等 满满细节与伏笔 让《黑暗荣耀》上线没几天 就成为Netflix多国收看排行榜冠军 全球非英语节目观看时长第一名 IMDB上也拿到8.1分的好成绩 可能是极数短又精彩的关系 我一天内就追完了 反观财阀家的小儿子 我追了好几个礼拜都还没看完 演技方面我个人认为 草妹完胜宋仲基 这影片我将分享剧中 细思极恐的多个细节 一起来瞧瞧吧 看之前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 有写过《太阳的后裔》 《鬼怪》 《阳光先生》等名作的金牌编剧 金银署纸笔创作 擅长写浪漫爱情剧的金编 这次会想挑战校园霸凌暗黑题材的原因 竟是因为高中女儿问的一句话 我把别人打个半死 或者我被别人打到半死 哪个会让你更心痛 金编觉得无论是哪一个 都让他如生在地狱般的痛苦 瞬间文思泉勇写下了这个故事 文童吟在尹朝夕被霸凌而死之后 成为飘鲜正的新标靶 用卷法器运斗烫他全身当娱乐 还任由男同学性骚扰他 言语侮辱等 医护士的老师欲帮他伸张正义 却被辞退 告知班倒 结果惹来连环甩巴掌 妈妈被钱收买 替他签下退学书 理由竟是不适应三个字 将真相掩盖过去 而这些恐怖行径居然真的在韩国发生过 2006年青州女中学生暴力事件 一名14岁的J姓学生 仅因没有准时赴约而遭K姓学生 与其朋友长达一个月的霸凌 除了被殴打 还被用电棒卷烫手臂 用法夹划伤他的胸口 甚至还偷走他的钱 当伤口结痂时 K姓学生就会直接把结痂扯下 再用卷法棒烫一次 让他身心饱受煎熬 曾向师长及警察求助 也都被钱给押了下来 甚至还被班主任教训 长期被殴打 导致他伪追骨突出 需要住院治疗5到6周 后来主犯被抓 没做出对应动作的学校跟老师 都收到了行政处分 只能说现实人生比戏剧还可怕 剧中长大后的霸凌五人帮 依旧在上流社会活得好好的 朴贤正当上气象主播 有个完美的家庭 一个当上画家 常常伴展 实际上是毒虫 一个当上空姐 爱慕虚荣到会偷别人的衣服包包来用 为了融入上层 不惜利用身体夺上位 获得财富 一个开了高尔夫俱乐部 在自己地盘夜夜寻欢 一个当跑腿 运毒 为了不被看扁 才决定跟女主同一阵线 正值花样年华的文童银 在大雪纷飞的季节 逐渐破碎凋零 下一幕在布满蕴斗及离子甲的森林 用雪包覆 麻痹自己 呼应了剧中 她曾蜷缩在雪中 痛哭 用雪覆盖自己 望向阳光也代表她渴望被救赎 同时也像披着婚纱的朴贤正 旁边对应了饰演这角色的演员名字 朴贤正说过 我的人生一直都是永宙 充满光明 因此阳光照耀着她 仿佛命运之神总眷顾着她 但美丽的背后却是冷血残暴 表里不一 眼药水应戴矫正色弱的隐形眼镜 而长第一眼药水的宰君 棒棒堂里面像是一栋建筑 象征同营想当建筑师的梦想 后面的篮球网象征嫁害者的施暴天地 受害者的炼狱 体育馆 同营因为被霸凌而被迫退学 棒棒堂破碎也象征梦想破碎 没有颜色的樱花 对应了色弱宰君女儿眼中的樱花 旁边是饰演何杜琳的演员名 暗示这角色 迟早会知道女儿是宰君的 不是她的 绿色高跟鞋是孙明户案件的关键证据 朴贤症 闻同营 崔慧成都有一双 也是离梭罗画中的高跟鞋 离梭罗有可能是目击者 因此画下画作 人生永夜的同营 在月光下与象征恶的蛇共存 为了复仇 她不得不黑化 展开报复 沾了血迹的手术刀后 是指露半脸的如针 是整形外科医生 指露半脸暗示她是有过往阴影的人 父亲被杀害 多年来一直收到凶手寄来的恶意信件 重创了她的心理 经常在幻想中 将杀父凶手杀死一遍又一遍 维琪让她跟女主角相遇 为了女主角 她愿意成为在刀刃上跳舞的筷子手 维琪暗喻同营的复仇计划 想当建筑师的梦想破碎 她本想跳楼一走了之 但越想越不敢 决定振作起来 把霸凌她的人当作梦想来执行 你定一场多年的复仇计划 我的梦想是你 她靠自己努力打工赚钱 半工半读最后考上教室资格 搬到霸凌者家对面好观察她的动向 每年生日都还在远处默默帮她唱生日快乐歌 早上也都会看她的气象预报 为了当她女儿的老师 连丢掉的垃圾袋也都不放过 因为这些都能让她朝梦想更进一步 霸凌者的老公喜欢围棋 她就特地去学 以作为接近她的门槛 如真教同一围棋时曾说 围棋就是比谁占领的领地更多 因此从角落开始到中央 在圈好自己领地的同时 也要破坏别人的领地 在极境中猛烈的逐渐逼近 片头中的黑棋 吞掉所有白棋 暗示同一的胜利 海报上的牵牛花 英文名为Morning Glory 花语为好消息 呼应着剧名的Glory 童银曾说 我绝不留情 也注定不会迎来荣耀 但复仇成功之后 人生如永夜般的童银 终将迎来好消息及荣耀 树上挂了闲镇 童银 汇城都拥有的三双绿色高跟鞋 代表如真的手术刀 与和肚龄有关的围棋 及霸凌工具电棒卷 蓝色购物袋是载菌精品店的袋子 还有童银高中扳倒的手表 李索罗用来固定头发的笔 童银高中时 穿的帆布鞋 其中一支鞋摇摇欲坠 呼应了童银曾想跳楼轻身的经历 月亮及太阳象征永夜与永宙 童银与闲正 月光照在童银身上 象征童银的人生如永夜一般黑暗 但月光也暗示童银终将迎来光明 太阳在阴暗处 象征永宙的闲阵终将被黑暗吞噬 童银身穿黑衣 手摸着伤口 旁边放了棋盘 童银总拿黑棋 穿黑衣暗喻他会如黑棋般吞噬霸凌者的人生 白色朝上开花的是恶魔的号角 因为对着天空吹喇叭对神不尽 且只有晚上会发出香味 文童银 朱如真 江贤男 都是向上的白花 暗示三个受害者上神抗议 文童银看向正前方 因为他不屑上帝 为了复仇 无所不用其极 朱如真 江贤男低头 因为他们没有做出对神不尽的事 但何度铃是向下的白花 也向下看 暗示他一针一鞋 而霸凌五人帮是黄色朝下的天使套角 都恐惧向上看 暗示他们坏事做尽 迟早要受神的审判 爬到脖子的藤蔓象征着恶及欲望 也暗示他们最终会自食恶果 受痛苦的惩罚 不过同营的脖子上也有藤蔓 他可能会跟五人帮同归于尽吗 下一篇我将分享剩下的15个细节 有些部分早已预告剧情的走向 成为第二季的伏笔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